10点钟欢迎去锁定10点不一样 先来关心是国际的最新消息 一架苏凯SSJ的100客机稍早 是坠毁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近郊 而当时这架客机正在进行测试飞行 所以没有再客 不过还是造成了三名机组员不幸罹难 那俄国单当局也已经分案展开调查 不过现在俄罗斯真的可以说是多事之秋 因为他们除了在俄乌战争当中 使用了人肉突击之外 不惜是让每天有千人送死 而乌克兰方面 他们也开始采取了打带跑的战略 透过不断的转移阵地 要躲避俄军的攻击 而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到北约峰会 持续讨救兵 美国也马上就宣布 要加码2.25亿美元的军援 锁定锁定再锁定 乌克兰秀出无人机第一视角攻击 新影片快速摧毁敌军藏匿的武器 乌军持续在前线冲突区 敌死防守 前面道路颠簸还是得随时撤离 位在哈尔科夫的沃尔城斯克 乌克兰士兵平换阵地躲藏 就怕突袭行动会曝光自己的位置 不间断开火歼灭敌人 因为俄罗斯士兵就近在眼前 德国记者跟到前线采访 第一手记录战争实况 密集交火找掩护已成常态 而乌俄近期战场推进更是瞬息万变 美国智库最新报告显示 乌军在哈尔科夫市以北小福往东 收复师徒局部反击看到成效 当地持续两个月的攻击 据传俄军撤出部分地区 似乎感受到强烈压力 开始强化多地进攻力道 俄罗斯不甘示弱再夺下一个城镇 那就是盾内刺客的福斯 获得乌克兰透露俄军这些新举动 目的就是想夺走他们的战场武器 乌军靠着射程20公里的捷克制 吸血鬼火箭炮 还有其他西方武器 勉强守住前线 但事实上军力已经大不如前 战场上的声音 北约盟国给出回应 华府北约峰会上承诺 一年内要提供乌克兰四百亿欧元军援 最大盟友美国也跟上脚步 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期间 给足乌克兰面子 直接宣布价值2.25亿美元的军援案 内容涵盖爱国者飞弹 刺针和标枪飞弹 以及at4反装甲火箭发射器等 可以强化乌克兰对抗 俄军的空中防御实力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想要的不止如此 泽伦斯基在北约峰会上喊话 打仗不能绑手绑脚 要北约成员取消武器限制 让他们从防守的立场 转为进攻 不过对武器限制 凯绿灯孔激怒 俄罗斯美国相当谨慎 只表示现在政策上没有改变 但俄罗斯在外交场合上 也持续指控乌克兰是乱源 面对联合国通过要求 俄罗斯撤出欧洲最大核电厂 官员反指控乌克兰 才是造成核威胁的元凶 但俄罗斯出兵 引发两国冲突的事实 难以辩解 乌克兰很多地方早已被炸得 面目全非 战事拖得越长 死伤人数就会越多 泽洛斯基这次亲自 跑到华府搬救兵 只希望西方先进武器 能让他们反守围攻 TVB新闻做不到 另外看到以哈的冲突 现在看来这战术 是边打边弹停火了 因为以色列持续的攻击 在南部加萨的甘尤尼斯 这里还有学校遭到了锁定的攻击 至少有29人死亡 而且多半是富人和小朋友 而CNN也根据这个残台就研判 说以色列这一次使用的 是美国波音制造的高精度弹药 以色列士兵重新扫荡加萨市东部的西解雅地区 并开始空头上千份传单 要该区25万居民再往南加萨撤离 以军警告加萨市很快再转为危险战区 但其他中南部地区根本还不安全 日前南部甘尤尼斯附近就有学校遭轰 当时操场上民众开心踢球 没想到下一秒 突然轰天巨响导致原本拍摄的民众镜头一阵摇晃 拍下所有人惊险逃命的瞬间 影片中甚至能听见四周围尖叫声四起 跑到最后甚至能看到地面 躺着好几具遗体宛如人间炼狱 这波空袭又酿成至少29死 不过以军宣称瞄准攻击的 都是哈马斯成员 但军民们指证丽丽 甚至亲眼目睹普通贪伤活活被炸死 以色列其实连四天锁定收容难民的学校攻击 从现场炮弹残骸研判以军疑似又拿 美制GBU-39小直径炸弹猛轰 GPU-39小直径炸弹由波音公司帮忙制造全长1.8公尺并可搭载93公斤穿透性爆破弹头可穿透1.8公尺的强化混泥土结构 若搭配滑翔弹翼又能增加攻击距离射程最远可达110公里 只是以色列再怎么轰还是很难完全消灭哈马斯 这礼拜哈马斯也加码公布反击影片 除了从废墟中埋伏 也出现武装成员偷偷摸摸跑到乙军战车底下安装爆裂物后再快速落跑 在加萨市也有哈马斯靠着街引线设置陷阱 要锁定的就是慢慢开来的乙军推土机 以哈停火协议等于边打边谈 加萨民众则是连九个月在战火中挣扎 有些甚至等于边打边谈 谁靠摘桑叶吃才不会饿死 受苦的还有这名年仅四岁的小女童朱莉亚 她原本罹患罕健神经性疾病AHC 战火期间又因为缺乏可用的药物癫症症状快速恶化 幸好小女童最近被送往停泊在距离加萨边境 四十公里远的海上医院治疗 根据CNN报道 这艘阿联的医疗船 二月底至今已进行了一千例的手术 但相比需要治疗的人只是冰山一角 除了加萨战况 以色列周四首度公布去年哈马斯突袭的调查结果 内容承认以军当时对哈马斯大规模渗透显得毫无准备 战斗也不协调 以色列国防部长认为有必要展开更大规模的国家级调查 他甚至说不论自己又或是总理都该被列入调查对象 这个新闻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